汉天大沙漠果然恐怖无比 连最常见的惊风沙暴都是如此恐怖 墨寒一和秦真的法力都在飞快地损耗 秦真你护住叶楚 我来保护许凤年 墨寒一沉声喝道 立即将法力形成一个护照 把许凤年笼罩住 虽然许凤年和叶楚都不是一般的金丹妻 但此时他们也不敢大意 就这样 在沙暴之中 墨寒一 秦真 许凤年和叶楚四人聚在一起 拼尽全力抵挡沙暴的威力 这个时辰一旦防御被破开 那就是万劫不复 许凤年 在这沙暴中 你真有的把握不下阵法 墨寒一面色凝重地盯着许凤年问道 许师弟 这件事可不能开玩笑 你要是没有把握 就早点说出来 我们也好早做打算 叶楚也是说道 许凤年和墨寒一 早就把计划告诉了秦真和叶楚 就是要利用这一次金丰沙暴 布下阵法 引诱沙匪出手 而在沙暴结束之前 最为猛烈的一段 正是他们四人法力消耗最大的时候 沙匪很有可能会选择此时进行攻击 许凤年就是要在沙暴放缓之前 将阵法布下 放心好了 阵法正是我最擅长的手段 你们看我示威就是 许凤年说道 而后 他便是拿出一块块阵符 开始走位布阵 许凤年布阵的过程 就像是金丰沙暴 将他们吹得摇摇欲坠 根本无法站定下来一般 右摇左摆 不过 许凤年也是第一次 在这样的情况下布阵 开始时确实十分困难 失败了好几次 都没有把第一枚阵符布下 看得莫涵一三人直皱眉头 都想让许凤年放弃了 好在 许凤年尝试了十数次以后 总算把第一枚阵符布下了 而有了第一枚阵符的经验以后 就要顺利许多 用了两个时辰的时间 总算将54枚阵符和符盘布下 成功了 许凤年筋疲力尽 扶下几枚丹药 运转天妖恋星爵快速炼化之后 才是看向三人说道 布阵也是十分消耗法力的 更不要说在金锋杀暴上布阵 若不是许凤年的法力 远比同阶修士魂后 又有莫涵一三人护法 根本无法坚持下来 许诗殿 你刚才布置的是什么阵法 怎么用了如此多的阵符 而且 那阵盘看起来也是非同一般 此前怕打扰了许凤年布阵 叶楚一直忍着没问 此时终于是忍不住了 莫涵一和秦真也露出好奇之色 这座阵法乃是五阶里火炼先阵 杀伤力极大 一般元阴七修士无法抵挡 甚至可以困杀元阴七大圆满 许凤年说道 离火炼先阵乃是他在集市上面 一次偶然间用丹药换取到的 玄冰洞天的弟子 都是各方的天才 出身不凡 所以集市之中 经常会出现一些难得之物 运气好了 甚至能捡到大落 这也是玄冰洞天许多弟子 对于感极乐此不疲的原因 获得这座阵法的图谱之后 许凤年便一直在收集材料 通过处杰在集市 和他在天物店的兑换 总算是凑齐了材料 炼成了阵符和阵盘 光是这阵符和阵盘 许凤年就用去了 一万多洞天玉璧 在此之前 无论是阵道真解碑 还是他获得紫经玄冰令之后 所得的那些阵道典籍 所记载的最高 也只有四阶阵法 所以 这里火炼先阵 也是许凤年 现在唯一掌握的五阶阵法 五阶阵法 末涵一三人都是震惊万分 甚至有些不可思议 阵道意图 所需的悟性极高 虽然玄冰洞天 参悟阵道的弟子不少 但入门者广 精通者寡 以许凤年这样的年纪和修为 能够掌握四阶阵法的 已经是阵道的天才 掌握五阶阵法者 则是凤毛麟角 在整个玄冰洞天 都是最顶尖的阵道天才 来了 许凤年来不及向三人证明 脸色突然就是一变 沉生说道 此时 金风沙暴威力最大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沙暴在迅速地减弱 本以为沙匪在如此猛烈的沙暴中 消耗必然也是不小 不可能马上动手 没想到 竟然来得这么快 如果不是许凤年极为小心 一直全力运转玉气藏神之术 恐怕被沙匪来到面前 也毫无察觉 沙匪来了 在什么地方 夜楚展开神时 四处张望 随着沙暴威力减弱 已经可以看到远处了 只是夜楚根本找不到沙匪的痕迹 他们在沙中 好快的速度 沙匪在沙中遁形的速度 比在空中遁形还快 莫寒一面色凝重地说道 然而 夜楚和秦真 依然是无法察觉到沙匪 这些沙匪族有十数人 其中原因期就有七人 一旦被围攻 我们想逃都逃不出去 走街连续照下几枚丹药 寄出三口手指长短的白色法剑 围着他的身体转动起来 许凤年扫了一眼 心中不由暗暗吃惊 这三口白色法剑 竟在是上品法宝 要知道 上品法宝本就珍贵无比 更不要说一套三件 随后 莫寒一和夜楚 也各自寄出了法宝 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 两位师姐 夜师兄 你们不必如此紧张 离火炼仙阵已经不暇 这些杀匪之中 只要没有化神器的修士大夫 根本抵挡不住离火炼仙阵 许凤年看着三人草木皆兵的样子 不由孝道 许师弟 你 夜楚见许凤年满脸轻松 正要让他不可大意 远处突然就是 传出阵阵尖锐的哨声 这些哨声 乃是从沙地之下传来 感觉就仿佛是千军万马一般 夜楚和秦真 都是吓得脸色苍白 莫寒一虽然还算镇定 但也是不由自主地 握住手中法器 指节微微发白 许凤年 你还不快运转阵法 莫寒一说道 莫师姐 现在还不急 如果提前运转阵法 无法把沙肥笼罩在阵法范围之内 离火炼仙阵 就成我们自己的牢笼了 许凤年说道 几夕之后 十数名身着黄袍的蒙面人 从沙漠之下冲出 这黄袍蒙面人手中都是 握着法宝和法器 一个个面色争灵 身上散发着滔天杀气 向许凤年四人扑杀而来 这些人 正是杀匪无疑 而且 他们距离许凤年几人 只有数十里的距离 以这些杀匪的修为而言 不过是几夕之间 就可以杀到许凤年几人面前 杀匪 我们是玄兵洞天弟子 胆敢袭杀我等 必然会遭受洞天的报复 还不快速速退去 叶楚面色阴沉地立和说道 哈哈 什么玄兵洞天 这是汉天大沙漠 乃是我们杀到的天下 不要说你们这些弟子 就玄兵洞天十大长老前来 也是必死无疑 叶楚的警告 换来的是 一众杀匪的无视和嘲讽 在汉天大沙漠之中 杀匪无法无天 根本不管你是 出身于什么势力 虽然玄兵洞天 是通灵宝玉 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莫寒一 秦真 叶楚的脸色 都是咬牙切齿 怒火冲天 这些沙匪 不但不把玄兵洞天 放在眼中 还出言羞辱洞天的十大长老 对于洞天的弟子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几位不必生气 我会让他们 为说过的话付出代价 许丰年神色淡然 此时所有沙匪 已经进入了 离火炼仙阵的范围 话音一落 许丰年立即就是掐动阵爵 有些不对 这几个人 怎么如此镇定 十三统领 也是察觉有一些不对 面色微沉 但是还没有等他做出决定 许丰年已经打出一道阵爵 离火炼仙阵 立即就是运转起来 恐怖无比的赤色火焰 从地下涌起 而天空之上 也是出现了一道赤色火木 笼罩了千里方圆的天地 在火木和电出现之后 温度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提升着 几乎只是一息之间 沙漠就是变成了一片火海 所有的沙子 都是化为岩浆 该死 这是什么手段 我的身躯着火了 这火焰是何来历 竟然无法熄灭 我的法宝都被融化了 我的身躯也着火了 统领大人快救救我 十数名沙匪 立即鬼哭狼好起来 这些沙匪之中 毕竟只有七名元英 其他的不过是金丹七而已 五阶阵法的威能 根本连抵抗都无法做到 请客之间 就有几人被活活烧死 身体都被炼成一团黑烟 直接消散不见 几夕之后 金丹七就都被炼化了 只剩下七名元英七的沙焰 而这些沙匪 脸上也都是布满了绝望之色 即便他们现在 能够抵挡得住 真气也早晚会耗尽 那个时候 神仙也就不了他们 很快 三名元英初期的沙匪 也是死在阵法中 火焰灼烧他们的身体 把他们炼成了一道道黑烟 到了最后 十几名沙匪 只剩下修为最高的统领 看着手下一个个死去 他也是坚持不住 大声地求饶道 大人 我投降了 饶我一条性命吧 这位十三统领 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本是要对许丰年四人进行截杀 结果还没有出手 人就差不多死光了 而他的死亡 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投降 你们这些沙匪穷凶极恶 死在你们手中的修士无数 又饶过谁的性命 许丰年冷笑不已 直接将声音 传到十三统领的耳中 大人只要饶过我 我愿意 把所有与沙匪有关的秘密 全部告许大人 十三统领连忙说道 许丰年心中一动 汉天大沙漠的沙匪 一直是通领宝玉各方势力 寓意图之后快的 只是沙匪一直都是来去无踪 根本无法捉住进行逼问 给你一次机会 自封修为 我饶你一条性命 许丰年思索一下 说道 十三统领连快答应下来 将自身修为封在丹田之中 许丰年见状 立即停止了离火炼仙镇的运转 然而 就在此时 十三统领的天灵上面 突然不出一个 与他一模一样的小人 正是其远取 他想要逃走 叶楚连忙提醒说道 原因摆脱法肉身 可以瞬间移动 如果十三统领此时 瞬移逃脱 想要找到他 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放心好了 他走不了 许丰年冷笑说道 早就准备好的 镇灵杯高悬起来 白光瞬间 照在十三统领的原因上 将其定在肉身头顶之上 无法进行瞬移 该死 十三统领面色大变 白光死死地 擒住他的原婆 让他的原婆 无法催动法力 哼哼 冥完不灵 先让你吃点苦头再说 许丰年冷笑 取出一只金丝囊 正是人计的血球带 趁着十三统领 被镇压住 许丰年催动血球带 将其收了进去 这是佛门的法宝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看到许丰年手中的血球带 其他三人 也是震惊不已 佛门的法宝 无需炼化其中的禁止 就可以直接催动 我也是无意中得到的 许丰年笑了笑 道 先让这名沙匪统领 在里面待上几天 磨一磨他的脾气 听许丰年说 血球带是无意中得到 三人都是翻了翻白眼 这种宝物 可不是轻易就可以得到的 不过 既然许丰年不愿意说 他们也不好多问 在玄冰洞天 就是长老也不能问弟子的奇遇 更不要说他们了 解决了所有沙匪之后 许丰年收起了阵符和阵盘 四人稍作调整 恢复了法力 便是继续深入汉天大沙漠 如此又走了几天时间 许丰年才把沙匪统领 从血球带中提出 受了几天折磨 差点死在血球带中的沙匪统领 变得无比配合 无论许丰年询问什么 都是知无不言 言而不尽 你可曾去过 这片沙漠的深处 许丰年画了一份简单的地图 把玄冰沙地所在的地方指了出来 询问道 大人 这里好像是在 第一沙道团修炼场的附近 沙匪统领看了一会之后 对着许丰年说道 第一沙道团的修炼场 就在此处 文言许丰年不由的面色一变 若此处 是有沙匪中最强大的第一沙道团 恐怕那片悬婴沙地 早就被发现了 确定无疑 沙匪统领点头道 我们各个沙道团 都有自己的地盘 而地盘也在修炼场附近 此处就是第一沙道团的地图范围内 我们也是为了参加一年后的沙道大会 才赶到这里来的 接下来 沙匪统领又讲了沙道的情况 沙道就是许丰年众人所知的沙匪 这些沙道 并非是世人所以为的游兵散勇 而是有很严密的组织 汉天大沙漠之中 所有的沙道 都是听命于沙道王 而沙道王手下的沙道团中 只有第一到第十沙道团 才是沙道的核心力量 拥有强大的战力 其他沙道团都要弱小许多 实力差距也不会很大 大多数都如同十三沙道团一般 人数在百人以内 统领的修为也不会超过原因期 而沙道王每年 会有第一沙道团的修炼场中 举行沙道大会 在沙道大会上 各个沙道团 除了需要进贡宝物 为沙道王鹤兽之外 还可以挑战排名更高的沙道团 只要挑战成功 就可以获得对方的地盘 因为排名越高的沙道团 地盘的位置都会更大 资源也更丰富 第一沙道团的修炼场中 是不是有玄奎银花 许丰年问道 大人竟然知道这件事情 沙匪统领吃了一惊 这件事在各个沙道团中 也属于秘密 因为他在第一沙道团中 有一名顾骄 才得知此事 接下来 在许丰年的询问之中 他便是把所知 关于玄奎银花事情 都说了出来 原来第一沙道团的修炼场之中 确实有一片 盛产玄奎银花的地方 但由于多年采摘 现在产出的玄奎银花 已经极少 由于这玄奎银花极为珍贵 可以直接吞服 提升体质和肉身力量 所以沙道王将玄奎银花 做笼络手下的宝物 在沙道大会上面 如果为沙道王送出的受礼 可以让沙道王高兴 就很可能会得到 玄奎银花的赏赐 此外 在沙道大会上面 各个盗团的天才修士之间 进行鄙视叫计货胜的 得到沙道王的赏识 也有可能得到玄奎银花 甚至被选入第一沙道团 没想到数千年时间过去 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 许丰年看向默寒一三人 苦笑说道 按照红云长老的踏沙路记载 那片玄奕沙地 乃是人迹罕至之地 甚至根本没有人发现过 而且 那里也未曾生长出玄奎银花 而现在 却成了沙匪的修炼场 许丰年 这玄奎银花 对你是不是极为重要 默寒一问道 确实如此 我修炼的一门功法 需要玄奎银花才能突破 许丰年愚脆地点头说道 许丰年对玄奎银花如此执着 甚至为此不惜得罪二长老 默寒一能够看出来 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可惜了 这片玄奕沙地 已经被杀到占据了 默寒一点了点头 而且 玄奎银花十分少见 我们墨家之中 也没有此等灵药 只能另外想办法了 秦真和叶楚文言 也是分别摇了摇头 表示爱莫能助 此前一段时间 汉天大沙漠中 出现了不少玄奎银花 引发许多修士进来寻找 这又是怎么回事 许丰年看向沙匪统领问道 这是沙盗王故意放出的消息 然后又派人 拿了两株玄奎银花 到大城中拍卖 引诱修士进入汉天大沙漠 现在这些修士大部分 已经成了各个沙盗团的刀下亡魂了 沙匪统领说道 这沙盗王 好生阴险恶毒 秦真惊呼起来 谁能想到 这个消息 竟然是沙盗王精心布下的陷阱 只是一个毒计 就有不知道多少修士 在汉天大沙漠中折在沉沙 而如此一来 许丰年另外一个 获得玄奎银花的希望 也是破灭了 金丹七的修为 能否参加沙盗大会上面的比试 许丰年突然看向沙匪统领问道 这个当然可以 毕竟各个沙盗团的人马中 大部分都是金丹七的修为 原因期还在少数 沙匪统领说道 许丰年 你想要做什么 莫涵一面色一变 连忙问道 莫师姐 我想冒充沙匪 参加沙盗大会 只要到时候能参加比试 获得沙盗王的赏识 就有机会获得玄奎银花了 许丰年说道 这是我能想到 唯一获得玄奎银花的办法 许丝殿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万一被发现 肯定是必死无疑 叶楚听许丰年一说 不由背后直冒寒气 许丰年未免太过胆大包天了 这种主意也能想出来 深入匪潮 一旦露出马脚 被错骨扬灰 都是轻的 三位不用劝了 我主意已定 我这一次 就是去参加比试的 又不是为了对付沙匪的 不会有什么危险 而且 还有这位沙匪统领为我掩护 被发现的几率极低 没什么好担心的 许丰年满脸轻松 看向沙匪统领道 只要你帮我混进沙到大会 获得玄奎银花 并且安然离开 我可以饶你一条性命 说完 许丰年就是掏出一枚黑色丹药 直接按进了沙匪统领口中 并催动法力 助其将丹药炼化了 这毒药为绝魂丹 每七天必须服用一次解药 延缓其发作 而一旦绝魂丹发作起来 那就是再服用解药 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半个钟之内 就会神魂枯竭而亡 许丰年说道 只要你成功助我 取得玄奎银花 到时候 我会给你真正的解药 大人放心 只是进入沙到大会而已 并不是什么难事 沙匪统领嘴角发抖 勉强说道 许丰年 你要去参加那沙到大会可以 但必须也让我同去才行 否则我只能出手把你擒住 带回玄冰洞天 莫涵一突然说道 莫师姐 你要去沙到大会干什么 我去参加比试 你又不能帮我 何必冒险 许丰年面色一变 连忙说道 虽然不知道莫涵一在莫家 到底是什么身份 但可想而知 必然也是非同一般 而莫家在通灵宝玉的 修仙家族之中 也是仅次于夏侯族的势力 莫涵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你不是说没有危险吗 而且 我又不是为了帮你才去的 我只是想看一看 这沙到王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够掌控 汉天大沙漠中的沙匪 莫涵一说道 莫师姐说得不错 我们也想去沙到大会见识一番 秦真和叶楚也是面露兴奋之色 突然知道 汉天大沙漠之中 竟然有这样一名强横人物 他们也是好奇不已 而且听沙匪统领的述说 这沙到大会也颇为有趣 许凤年不由有些哭笑不得 他是为了玄奎银花 才不得不此其嫌 这三位又没有非去不可的理由 凑什么热闹 到时候万一出现意外 那真是想哭都没地方哭去 三位想要同去 那就去吧 不过 你们可有掩盖容貌的办法 万一在沙到大会上面 被人认出身份 那可就完了 许凤年说道 叶楚还好 毕竟只是玄冰洞天的入室弟子 而莫涵一和秦真 都是洞天执事 在通灵宝玉中说出来 也是了不得的身份 难保有沙匪会认的 还好 三人出身都非同一般 手段众多 都有益容化身的宝物和法门 最后 许凤年又与沙匪统领 定下了天道契约 加了一重保险 确保他不会泄密 才放心下来 这时 许凤年也才知道 沙匪统领名叫万众沙 在沙道中被称为万沙真人 四位 凡是加入沙道团的修士 都必须修炼千沙隐灵爵 修炼这门法爵之后 便可以在沙中前行如赴平地 我现在将法爵传给你们 你们可以在我的法宝 前沙舟中修炼 万众沙将千沙隐灵爵传给了四人 然后祭出一艘长缩形状的黄色沙舟 前沙舟乃是中品法宝 专门用于沙漠中穿行 速度极快 众人登舟之后 便是向着第一沙道团的修炼长赶去 这千沙隐灵爵果然厉害 竟然完全就是为了在沙中遁形所创 一旦修成 在沙中前行的速度 完全不于在空中飞顿的速度 按照万众沙所说 千沙隐灵爵竟然是沙道王所创 看来这位沙道王也是一位爵士之才 否则也不可能创出如此奇妙的法爵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天才 为何没有进入宗门 反而到了汉天大沙漠中 当上了盗匪之王 许丰年越是修炼 就越是发觉千沙隐灵术的精妙之处 心中震撼不已 在传道宫三年半的时间 让许丰年自觉对于大道法则的理解 已经极为深刻 甚至许多原因期修士 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然而 修炼了千沙隐灵爵 他才发觉自己不过是病底之蛙 这门法爵有许多变化 都是他无法想象的玄妙 沙匪在沙天大沙漠中 如此难以对付 其中大半原因 就是因为千沙隐灵爵 如果不是许丰年部下的阵法威力太大 杀了万众杀 一众将杀匪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四人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发现千沙隐灵爵的玄妙以后 许丰年四人也修炼得越发用心 接下来一段时间 年四人便是一直在潜沙洲上修炼 任由万重杀控制潜沙洲 时间飞逝 很快就是过去了半年时间 四人修炼千沙隐灵爵也是十分顺利 已经可以掌握法爵 施展起来和杀匪没有任何的区别 四位大人 现在距离第一沙盗团已经不远了 最多还有十几日路程 便可以感到 诸位对于自己的身份来历 一定要熟记在心 以免盘查起来被发现 万重杀向四人提醒说道 万重杀的第十三沙盗团 一共六十多名杀匪 这一次他只带了十几人前来 他已经为许丰年四人 安排了相对应的身份 绝不会出现查无此人的情况 十几日之后 潜沙洲在沙海之中停了下来 然后纷纷地向上浮生 回到了沙面之上 五人走出潜沙洲 面前是一片巨大的沙漠 这些沙漠 如同沙暴掀起的沙尘 凝在半空一般 形成一块巨大的屏障 在沙面之下 这巨大的屏障一样存在着 潜沙洲正是因为遇到了这片屏障 才会停了下来 好厉害的阵法 此阵最少是六阶阵法 化神七修士都可以困住 许丰年打量着遮天蔽日的沙漠 惊骇说道 能够布下这六阶阵法的阵法师 必然是极其强横的存在 至少以他现在的阵道造诣 即便将六阶阵法的图谱 以及材料都交给他 他也无法布下此阵 万沙真人 这十年过去了 你自己没有什么长进 手下的沙盗 倒是出了一个人才 突然间 沙漠裂开 从中走出几名身着黄袍的修士 这些修士 虽然和许丰年等人一样 都是穿着黄袍 但他们的黄袍 竟然乃是一模一样的制式法袍 不像十三沙盗团的 除了颜色相近 其他的长短不一 宽窄不同 为首的一人 乃是原音大圆满的修为 目光打亮着许丰年 笑得有些玩味 听出对方话中的嘲讽之意 许丰年没有理会对方的目光 只是眼观鼻鼻关心的不说话 这一次前来 所谓的乃是玄奎银花 能不生枝节 就绝不生枝节 一兄弟谬赞了 我这手下 只是略懂一点阵法而已 哪有什么本事 万中沙裴孝说道 这四个人 是万某此次 带来参加杀盗大会的 给一兄弟添麻烦了 没有什么麻烦的 大家都是为了杀盗王大人办事 不过今年可就不能通融了 按照我家统领大人的吩咐 所有参加大会的人 都必须要艳明身份 信义的沙匪说道 文言 许丰年几人都是心中一惊 按照万中沙所说 以往的沙盗大会 都是十分宽松 只要是各沙盗团统领带领 不用怎么盘查 就可以进入第一沙盗团的修炼场 没想到这一次竟然要严查 这万一许丰年四人 有一个露出破绽 或者遭受怀疑 就是天大的麻烦